大家好,又來到今天是星期四 因為這個星期是星期六的 所以今天是星期四,晚六點半 賽馬KOL LIVE又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除了我之外,就找到兩位嘉賓 首先,上來的KK 原來是我 然後就是第一次上來 現在坐得非常直的艾爾 讓他自己介紹一下 我叫艾爾 平時在Facebook和YouTube的頻道 都會定期給點心水 我主要都是講數據為主 其實你看到 這裏也展示了Facebook和YouTube頻道的名字 艾爾創畫的時 定期除了講心水之外 也要講一些數據 當中我比較著重的就是 騎連、合作、檔位的數據 另外還有一些大熱門在不同路程的成績 我都比較著重的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是否很多盲滿的那些東西 是的,都有的 例如那些檔位 即是近三季 那些 施加三藍千四、七檔 每人過的那些 多數我都會留意這些 但是當中 檔位來講我主要留意分佈 即是哪些檔位 可能外檔或內檔會好些 即都幫人西感一批馬 那一種 是的 因為數據來講 整天都聽很多人 有不同的演繹 是 有些人只講一下 路程 近期 或者有些講到三四年前都有 是的 那你覺得是 即是如何可以利用來幫你選擇馬 我主要是選擇一些 有些盲滿一些 譬如說到有些騎士 可能背重幫不是特別厲害的 即是可能田泰安 蘇兆肺 有些輕綁騎士 騎重幫馬不是特別厲害的 我一定會攻擊這些馬 尤其是日本那些馬 即是富榜也是很重要 是的 沒錯 都是 因為剛剛星期三 昨晚 我也是數據王 你有什麼數據 我幫你看看 我是投注的數據 即是怎樣 自己自行投注的數據 即不是數據 我輸多少次那隻馬 或者買了什麼騎士 都不會贏錢 這樣的數據 我可以分享 即是小氣寶 那你有什麼心得 女人的數據就是這樣 你有什麼心得 你的心得 那個心得就是 隨心 即是你 昨晚 不要說我這麼兇犯 昨晚你又寫雜閉了什麼 笑氣寶 你那本 昨晚就不要看了 我只是投幾場 有投注之後那些 都只是看的 就叫人買 自己不要買 那你覺得是你叫人買好些 還是你自己買好些 叫人買好些 叫人買好些 我不要親自去投注 那個性率就會高很多 是否真的 真的 例如呢 還有炭熱門的 我多數都不會選 除非是 可能是投注一些 比較 需要多馬一點的賽事 譬如是單T 或者三重賽 我才會選 是 是 我覺得 接下來 其實我們現在要看的 星期六的賽事 其實都可以 向這個方面發展一下 大家好 有很多冷碼 是 是嗎 是嗎 上個星期 那個日賽熱到 熱到 對 潘頓報名 各自四圈 其實昨晚也 熱門 昨晚的熱門是跑第二 對 剛好就有一隻 沒有那麼熱 對 是 對 昨晚就 你說的 派彩各方面 遠比上一期 日賽是好的 對 那今期… 即是有進步了 是嗎 算不算進步 看看你甚麼角度 看看大家的項目爆發 看看你的角度 大家好 Eva Lam Brian 大家好 KK不要那麼幽默 Mancher Nira 看 對 我今天 要認真一點 好 再說 有些人說 Raphael說 星期六報復式爆冷 是否真的 報復式 他的心願是這樣的 對 個人主觀願望 上星期太誇張了 六環 有沒有1000元 你的六寶 六寶 六寶 七八十一元 對 六環是65元 六場 即每條過關都可能可以了 對 比六寶更多錢 不用了 單場也有機會可以了 不用過六關 怎麼這麼慘 接下來就努力了 今天就很幸運 因為大家都很專業 兩個 是嗎 我今天就會問你們多些問題 是否真的 是 我只說我們專業 等你 當然 當然 穿襯衣 穿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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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爾 你又喜歡看數字 那你買馬 或者投注選馬 有沒有什麼你特別喜歡的數字 今期 或者你會平時怎麼看 即打開排位表 你會怎麼看 你用這些數字 我自己 首先 我也是剛才說 那個騎士 什麼重磅 我見到 例如輕磅 什麼重磅 我第一隻是 投注那些 我一定不會買這些馬 例如 即使我很喜歡那隻馬 也好 但他騎的話 他勝出真的太低 那這些數字是無法無法 實際表現出來 所以我就直接飛去那些馬 即是先挖走一些馬 沒錯 那譬如 我舉個例 今次第四場 三班千二 今次 135磅 潘頓 你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潘頓 這個135磅 其實從頂磅 特別頂磅 看數據來說 潘頓和報民的成績 是最好的 這兩個騎士 因為他們本身 可能有個關係 就是他們做不到輕磅 這個可能也有個關係 但是 看數字來說 潘頓和報民的勝出力 各方面是不相伯眾的 就是今次即使什麼頂磅 都好 但是用潘頓我覺得問題也不是很大 反而 如果是田太安那隻 譬如第六場那隻 包裝旋風 他背一巴三磅 即使落斑 我都未必看好這隻 好 好 但是兩隻的共通點 其實今次和包裝旋風的共通點 都是很小隻的 即是一千磅那些 還有什麼那麼重磅 豈不是很吃力 是啊 理論上應該是 不過世事總有一些催人意表 就是有些另類的例子 會OK的 是 但是 阿爾剛才說的那樣 田太安 就是什麼135 就有問題 潘頓什麼就OK 是啊 這個也是一個好的劃分 但是要看他怎麼用 是的 那 Willy就問你 輕磅刀騎 是不是很有信心 即是指潘頓是嗎 我想他的意思 超磅那些 我想也是 超磅那些 譬如潘頓他 譬如119他當然是超一磅 那 即是那個信心來講 即是他如果超磅刀騎那些 譬如姓岑威那些 他都駁給你看 他都拍到第二 黎超星那些是比較靠的 所以都OK的 這個想法都合理 Danny就說攻擊今次的Win 都可以再想一下 這個 還有些時間 還有兩天 明天可能開票之後 你會更加想攻擊他 又是那些馬王陪女 十幾元那些 如果太熱就會不想買 沒錯 那你的數字人生 因為今次 今次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 我打開蓮馬斯的表 我覺得下半版 今次的焦點 強很多 是 你又覺得 是否那些 未上岸的連馬斯 我們叫做 是 即是未達標 應該是叫做 現在幾個馬王都是 是否你覺得 會特別吸引呢 今次 因為 就這樣看排鎮 你看到 阿廟 譬如金德爾 小子彈 那些都在讀 譬如高伯生 譬如高伯生 譬如那些 都來勇士 上鋪都上名 另外那些 越晉歡迎的那些 側身都在 但是你看回那個情況 其實 因為其實今季的情況 他們脫得比較遠 就是他們目標 達標的數字 已經四月中 看回之前 有些情況 譬如最出名的 等等 我們冷靜點 慢慢來 好 因為有些朋友 就未必記得 大概現在的情況是怎樣的 是的 那現在那個 護級組的情況 其實就 都幾 嚴峻 有些朋友比較嚴峻 是的 是的 叫做進的那些 嚴不嚴峻 是 這裡進我就不知道 是了 但是現在可以看一下表面 好 因為 現在這個 列馬斯榜 我自己是找了 最後的七位出來 出來打 那 這些全部都是未達標的 那 丁冠豪 當然是最 理想的情況 因為大家都知道 太猶榜的第一位 首先 因為最重要 大家要搞清楚 就是五班頭碼 就只是計兩場 規則上 所以就 即是贏十場 都只是計兩場 對 沒錯 所以這條數目 就一定要先減低 不算的頭碼 而完全沒有受影響的 暫時就是何良 還有鮑尾那兩位 徐宇石和苗里德 是的 很穩定 你… 也算是 對,作為投注者是歡迎的 沒有影響 即是下游地穩定 是的 但是從化 右邊的從化 牽涉到他們的 今季需要的頭碼數目 有在從化切瘡那些 就要18場 沒有在從化切瘡那些 就是16場 是的 所以有四位 就是16場上岸 即是鄭俊偉和何良 就相差四場 高伯身和苗里德 就相差比較遠 相差超過一倍 有多 至於丁冠豪、葉楚行 其實都有分別 丁冠豪是相差三場 葉楚行就相差七場 徐宇石就相差一條街 是的 大概現在情況是這樣 可以大家清晰一點 有這個 直接參考一點 因為其實有很多人 都不太記得 葉馬斯有幾場五班頭碼 是 為什麼有從化那些 要贏多一點 因為有從化 那個 就是養碼量比較多 即是比例地 你的頭碼應該會更加多 明白 明白 我看見剛才艾爾 蠢蠢欲動的嘴 所以我馬上讓她說 等你教吧 這些小妹 你又不一定人人認同 你是小妹 是的 我是 剛才我有問 因為我今天才知道 原來質身的質 和身是這樣寫的 就是用這個字 然後我就問 什麼是質身碼 什麼是質身碼 是的 然後我就發現 原來我就是質身碼 你快點解釋多一次 什麼是質身 自己對自己的定義都挺有趣 很少人這樣形容自己 你先解釋一下 哪個質是哪個真 質素比較新 是的 即是對身碼 即是比較green 對 質素好 新人 其實可能 咦 其實艾爾的質比是更加新的 是的 好 好 好了 讓給你 Manchon Lee說 KK是出來搞笑 什麼 我很認真地看 巴南就說 高白身這期好 我們稍後都會說高白身 Villy反而想說冠軍練馬師 輝哥有沒有機會爬上去 我們今期未必先說輝哥 不過我留意到今期 簡單來說 有配無險冬、有配王進 今期好像挺擇心人口 其實輝哥 擇心人口 Tomas說說何良謝做衛 我們待會說 Stanley說想艾爾叫做Mr.Yo Mr.Yo 艾爾的名字經常都改來改去 是的 其實都是這兩個名字 沒有改來改改 你是不是要做壞事 我不是做壞事 只是這兩個名字 即是那些被專電話 那些 瘋狂開假帳 那些 沒有這樣的事 只是這兩個名字 Masker說KK很認真地搞笑 看來他是你的知心友 對 這個是稱讚 你也未必明白他在說什麼 認真 你說是 他重點在認真 是 OK 好吧 反正 剛才那個表 就看到這些列馬斯 究竟有多少勝出 是 其實這次賽事 已經是今季的第六十二期 剩下大概四分一 多於四分一 還有三個月 簡單來說 我知道艾爾 你做了一些數據 是 未夠數的列馬斯 近兩季 最後會是什麼環境 那 看回 我都是拿 兩個 因為有兩個列馬斯 都已經兩季不達標 其實頒布就是 賀倫和鄭俊偉 那 他們其實都在四月中 都是不夠數的 但是去到最後 看回這兩位列馬斯 這兩季來講 去到最後都是不夠數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 在四月中的頭碼太少 即是十場都沒有 去到四月中 累積下來 其實 基本上來講 這個情況 如果這麼嚴峻的話 你去到之後再爭的話 其實都不容易 何良都要好一點 但是鄭俊偉 因為他上季的五班頭碼太多 我看回都是非常多頭碼 所以令到成績就不太好 這件事 是 他上季埋單的頭碼數目 是不錯的 不過太多五班碼 規則上就不計數 扣了很多 這裏 似乎如果今季 他去到現在 都叫做有十二隻頭碼 即是不計五班的話 這樣 他的馬房其實都有進步 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絕對是 因為有質身馬 首先有情王 情王都已經 有幾圈 有幾圈在手 你跟著 還有這隻馬保持健康的話 還可以繼續爭取頭碼 沒錯 金轉季人都六圈 可能頂章 唯一出了一隻六圈馬 以你們的經驗之談 因為其實 轉這個條例 都是這兩季的事 我之前都沒有看過 這些互級的連馬師 到最後 能不能夠成功地達標 其實 如果數字上來講 困難都大 剛才有說過 賀良鄭 還有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就是如果去四月中 這階段 都是贏不夠數 都是這樣先的 真是很出奇 有個例子 就是賀賢 因為在2017年那陣距 都是不夠數 就是去四月中那陣距 但是無厘頭 去到五六七月 一起贏了十一場 所以一巴掌上去 結果可以 但這個例子真的很少 講到2017年 真的很少 其實那時候 有些可能新馬進去了 還是怎樣 其實賀賢那年 因為頭開得不太漂亮 手風不太順 但去到季尾 那些馬可能跑一跑就離了 因為那些馬其實都不是 但是側身馬離了很多 都是舊馬 跑一跑離了 可能突然跑得好一點 就是這樣 你知不知道什麼叫 跑一跑離了 你好像點了頭很明 好像有些球員 他可能是慢一點 可能這個訓練不適 他又要換其他訓練 然後可能合適了 他就會有提升 即是炒了教練 有個炒教練 有個炒教練 身為車迷的兩個表示 是啊 算了 我們先不要說這些 我們繼續 他沒有幫人贏錢 沒錯 我們劫富濟貧 沒錯 好 簡單概括的描述大概是這樣 對於現在的情況 沒有那麼理想 我們進入這次的賽事 那些三個月後 我們再跟他結帳 好 先說回今期 沒錯 是 今期 我自己覺得 焦點那場 始終是第九場 今次最高班那場 二班千二 那 我一看 當然是潘頓那隻 維港智能 是 但是呢 我個人就喜歡爭頸 八流 是 因為葉楚漢馬房 就有一隻超霸性在這裏 嗯 那他就 之前是三班的報民贏 那上場升二班 就跑泥地 都跑第二 嗯 那你又覺得他 挑不挑戰到維港智能呢 嘩 一隻叫做放快的馬 一隻就是上次他叫做大流後 流力追的馬 那應該還要看馬一些叫做什麼 現場的因素 就是有時候可能場地的偏差 都會有影響的嘛 幾千年 但是要贏上維港智能呢 我就覺得 有點難度了 因為如果他去大流後呢 他擺在二檔這個位置呢 他可能其實可以選擇的路線 不是很多 因為他有機會是會失的嘛 那所以兩隻馬比較上 我都會選擇維港智能 就是簡單來說 其實維港智能你看到的那些賽職 一放得出 基本上都很厲害 長長都快斷速 都不斷 這樣彈掉 贏上鋪也是快到傻的 那些斷速又是 就是你超百姓 你今鋪 你雖然不奧義 他都是醃出我那些破格馬 但是都是爬法上來講 就是有些虧張 我都覺得會 就是你要駁維港智能 又要 是的 抖襲不出就可能兩回事 就是被動 或者要等維港智能犯錯 是的 還有其他可能會放下的馬 我覺得都沒有他那麼快 是嗎 有隻緊張大師在這裏 他是裡面的 但是潘頓那隻是九檔的 那所以就 所以 不是啊 就算我當他在二碟那裏放 都不會差 就是維港智能走二的 對,他又不是沒有起來 他之前贏 他不是真的贏你少少 撐個鼻子那些 是 打掉贏 對,所以我就覺得沒有影響 是 不過維港智能 是沒試過沒有一條難的 是 這件事可能會差很遠的 有些影響 是 那又說一下超霸性 為何你會這樣看好這隻馬 我其實不是看好他的 是 我覺得有挑戰的能力 但是那隻四、五歲 我只是提問來的 你看到那個問號嗎 OK 是 這個是一個問題 是 可以是否定的 你的個人意見是怎樣 我就覺得 你要看回有幾個直播率 你要看回有幾個懸殊 那個賠率 因為好像阿爾華債 破格馬 是 超霸性絕對是破格的 這隻馬 在業組行來說 真的 你可以一落地就跑第四 連續鋪一鋪都追 什麼路程、什麼場地 他都可以 什麼騎士都可以 是 那你現在 他四歲 他都會進步 不只維港智能進步 你未必說 因為我自己 只是提出一件事 就是 維港智能這次 可能是第一次沒有一條欄 就算他五萬閘也 一旦他沒有一條欄 是不是跑得出那個 斷斷快開轉彎 扔掉你的水準呢 是有一個疑問 也是 而且那一場 還有一隻的愛心 那一場 還有一隻很威勁 這隻都 是啊 但這隻就是快活菊賽職 他從來沒有跑過沙田 但是他三歲 是啊 所以他加分超快 他極速已經加了三十幾分 上來預班了 但是這個策略是之前有沒有 一些馬房這樣做過 因為可能相對上大家都會覺得 菊草馬一定是能力上沒有田草的那麽強 然後他在菊草很厲害 儲勁 然後這樣轉過來田草 是持續有表現的 都會有這些 是嗎 都會有的 但是例子又真的 是不太多 這個真的 是上季浪漫勇士 他就是由… 不過也沒有那麼高難度 因為他是跳去跑三班千四 他突然就二班 才贏了兩場菊草 是的 好 當然了 你因為這樣而失敗的例子也不少 不過成功的例子其實近年是多了 但是很少去到升二班那一刻 才創跑沙田 但是某程度上因為賽程所限 因為菊草二班千二 一個月…兩個月才得一場 因為他們多數是一千 一個月一千、一個月千二 然後如此類推 是的 所以你要將就一下 加上阿蔡又多高班馬 是的 你要分流一下 不一定你能跑到 那他會不會是要減一下分 那又不會 三歲又不會 還有阿蔡很少這樣 會安排馬減分 很少 很少 是 跑得就跑 蔡漢是一個不會減分的練馬師 這是可以博得到的馬 他投了一個月來跑這場 我覺得他也是全心試一試馬 究竟能否撐到這些馬 即是給他一個考驗 那這場是否算是… 好像我找你上來 給我一個考驗 我自己 黑身馬也會看練馬師 這位練馬師功力不錯 因為剛才說到補足的事 都不錯 說得不錯 承認…全靠你們 因為在開節目之前 兩位都跟我說了很多話 換言之 其實我們似乎對超華盛的信心 都不太強 是吧 是 相對上 我想… 那有沒有葉楚行的馬 你明天是特別喜歡的 或者你覺得會比較… 當然我只說四班那些 因為他五班 贏完都是收獎金 就不算頭馬數目 沒錯 因為我覺得葉楚行 其實明天的馬 都算是把他不錯的兵力拿出來 很多雲霸道騎 是啊 我看回都四隻 有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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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的話 幾隻可能我會喜歡 以話不說多一點 那他上次那一次 都是在大外檔這樣出 我發現近… 這個數據我不知道 不知可不可以 不用戴頭盔 不需要 你繼續說 這是我投注的數據 總之就是 有時候有些賠率 而又跑得出賽職的馬來講 他都是有一個 都幾特定的跑法 就是他可能會留後 然後追前 或者是一些在外跌追上來的馬 很少說內檔 然後他會放 然後放到贏 很少的 有沒有這些具體的例子 你有沒有什麼很開心 或者很不開心 你本部裏面有什麼 我忘記了馬名 你忘記了馬名 但就記得這個圖案 是啊 因為這一次賽事來講 巴陸騎的馬 我覺得都有的 譬如九運都是 不過九運可能相對上能力 比其他馬 可能這一場就沒有太過突出 所以如果這樣去比較的話 我自己選擇 就會是二話不說 這一隻多點 是 艾依呢 我就紅圖巨星 不過五班又不算數 那再其他的話 其實我覺得九運都不是很差 就是上一局 我覺得就可能虧了一個外跌 可能虧了外跌之下 這一馬可能拍不到水掌 都不出奇 因為他畢竟季內那場 直路賽他算得不錯 還有他再上一季 其實他跟一些加州星球 那些馬在跑 九運上一季是跟加州星球串嬌的 所以能力上 看看他什麼時候激發能力出來 健康 這隻馬始終的健康是很厲害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 觀眾經常說九巴 九巴 所以 巴道 有個青毛 巴道其實九運 九成的巴道 那就是很厲害 九成的巴道 就夠用了 厲害 是一個實力的名稱 就是有加持 對,這是加持 好,我先看看觀眾留言 好 有些就說 維港會馬王菲這樣贏 Dennis就說 Manchun Lee就說 第九場是很難的賽事 但如果你看賠率 明天第九場 我想 最刺激的賽事 會側鬥緊要 就未必說 賠率上來講 就是 未必是你這樣說 看來不是最難 看來 Brian就說 維港智能要跑Fresh 上次拍攝燒也沒事 跑Fresh 是嗎 你解釋一下給他聽 新鮮感 就是某些人偷偷埋埋 可能各族情緒特別high 等於你做了很久 很悶 臥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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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術語 等於新鮮感 其實是一樣的 沒有甚麼 不是一個很重要的參考因素 也不一定 看你自己的角度 有些朋友 可能完全不理會 也不理會 但有些人覺得很重要 很重要 不過我那天說得對 就是維港智能 上次被馬燒都頂得順 是 沒錯 沒錯 不過這次可能燒得更厲害 上次被馬燒是有條欄的 也是有條欄 這個很重要 因為他始終是一隻很新的馬 其實還是 我們先說 不要說審集成 先說一些呼吸品線 先說下面的那些 我們總會有機會再說 沒有問題 除了… 因為你剛才說完 狗魂 我覺得這隻馬是比較被動 而且健康也是逐場計 好像能夠穩定出賽 已經是… 已經是好像一件不容易的事 那麼慘 對 穩定出賽 反而你剛才說二話不說 其實是可以的 不過始終它是七歲馬 還有一隻馬我想問你們 你覺得龍騰飛場怎樣 哇千四馬 是呀 他跑到沙田千四 我又不知為何 這個步伐 第一次跑 是呀 今季他其實都不是沒有賽蹟 一貫兩雅 但是就泥地千二和一千的賽事 但是呢 因為我覺得這隻馬 我都會立刻眼 除了他在下游馬房之外 就是… 即是他那個騎臉配搭都很特別 當時就是… 他之前有一隻馬有贏過 那一隻馬 那一隻馬 其實一直跑到千二 然後突然間 轉路程去了一千 都是由斑達利騎開 然後比何就要騎 然後呢 就出了Winner 是 但是… 當然 這隻賽路人生 可能他會有多些的 出賽經驗 多些 比起這隻馬 那賽路人生的事集 已經被他們看過 贏四個加油 贏九個… 贏十個馬位回來 但是也是有些賠率的 那大家不相信 也不是說很熱的那些 是呀 大家經歷過一些… 你聽到葉楚行這三個字 有些朋友應該會心都會寒一寒 是呀 有些事情大家經歷過 就會有感受的 是呀 你參與多些你就明白了 就是會有這個表情 就是比較… 我小頭著他馬房的馬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這個表情 是呀 我聽一下阿Villy就說 看到波件事有大碼馬騎 是呀 拍不拍爆 那麼… 波件事這次 起碼尾那三場 起碼都 起碼… 因為有些朋友 很喜歡 描述波件事那些 來檔的輕綁 多數有些賠率 因為… 都不僅有些賠率 因為你之前… 這個騎士也很懶 這個騎士 那些飛馬英雄 是呀 那些 其實旋風飛影也是 你剛才說過 我有輸過 但是因為… 那你有沒有中過 波件事爆破那場 不是 多數這些就是 他跑到的時候就不中 他不跑的時候才會中 就是有緣無分那一隻 就是人家爆完 你就走過頭下去 追捕尾 不是呀 或者是他贏的前一場 哦 是的 好 總之時間不對 跟這些馬 哪些對 這次他再出旋風飛影 你覺得他在這一場 有沒有機會 你們剛才說過這麼多隻馬 那說真的 我寧願超霸城 是的 因為我覺得超霸城是破格的 其實 只不過是覺得這一對手 一下子轉過來 沙田遷移真的強很多 是 比起他上次跟順勢而非 串Q 是再強一個當次的 嗯 嗯 那接著 Villy又快不過廣鐵 你剛才說他 哈哈 哈哈哈 Brian讚你 說解釋得好 大家好 今天商討來的朋友 大家好 快不過廣鐵 是 嘟中了你的笑點 不是 那路線長 堅毅一點 不同的 好 我們說完業所行 看看其他 還有 剛才 那一對外籍連馬斯 嗯 高伯申和苗里德 他們兩個都未曾收過警告信 是 那麼貴的情況是比較嚴峻的 暫時 看看他這次其實 你剛才說過 側身這個詞語 是 我不知道你側身不側身 但是他們那些馬呢 就肯定是側身的 有幾隻 嗯 那你覺得他們這次 有沒有什麼好的收穫 唉 小子彈 對 譬如是些什麼 我剛才 歐氣雙深的回憶 他說就是 又是 他跑第五的時候 就買了 這樣就不中了 是不是 他跑第三 然後然後 那買回來 然後不中了 然後他再下一場 我想他都會跑第三 就是接下來這場 哈哈 他應該都會有些菜籍的了 好 自己覺得這隻馬呢 他出集是 上次就是叫做 有少少笨拙 慢了 還有是有點失平衡 所以 報民都是需要 在早段的時候 努力點 去騎回對隻馬 但是 都是因為這樣 他放在後面 又有力追和 還有呢 前三名 就是聖細明區 聖利之王那些 都是放頭馬 亞洲頭王就是一隻 很有實力的馬 他上到三班都繼續有菜 給大家看 三至五名其實是 非常非常接近 所以這次他爬在一檔 那裡放在這一場 我覺得 都是應該要買賣的馬 小子彈 你說他跑第三 我聽到 我覺得未挑戰到 贏這個位 有更加好的 就是 你的貼士 怎麼射球 這樣繞個圈 對 你打算這樣就過了 這個位置入 為什麼會 對 當然要拋個球給他 好啦 不玩 藝宜 藝你怎麼看 苗麗德 高伯辛那些 都是稀釋格 因為小子彈 始終的跑法 都是被動 雖然有個一檔 都是繼續用報紋 但是 就是 他都試過有一檔 你說防昇跑第五檔 會塞車的 就是 這場補足 未必大快 我怕有些 都是會有 對 塞車 那些 金得二就 十二檔 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嗯 那我就 先解釋一下 第七場是小子彈 我們剛才說的 第六場是金得二 那 那 但你們沒有理過高伯辛 已經不理會他 是 我自己 個人來說 一向聽到這兩個列馬師的名字 都寒一寒 是 又是這些 都是被知側吉的 四個字 是 三個字就別搞我 是 真可憐 但是 這麼說 高伯辛昨晚 昨晚也有心想事成贏 是 還有其實他的馬房 你由上季 即是你說他上季 高伯辛 對,高伯辛 他上季夠數 其實只是靠幾隻馬 重草成名 福日 福日 怪獸媽媽 是 接著還有一隻泥地的印水子 主要是這四隻 四隻已經背著馬房 絕大部份的頭馬 是 換言之 其實他的馬房 是盛產多折馬 多折馬 是甚麼 即是贏多過一場 起碼 所以看就是會 要看他本身已經有載職的馬 是 全中 正確 這次你真是聰明一點 是 撿人口水 不是撿人口水 是幫你補充 是 OK 希望你開竅 是 好,我已經結合了這個重點 即是你會覺得 譬如就第七場這樣算 即是勝利之王是好一點 是,勝利之王上次就霸佔好位 就霸佔了個冷屁 我覺得其實較好 反而是另外兩隻 是 我自己會著重 是一隻叫刀林勇士 一隻叫月盡歡欣 是 是 但你又說月盡歡欣一定不值 因為潘頓 那不值博還是不值博 他贏不贏得是另一件事 即是你覺得他不值博 但是會贏 又不是 你始終拿著那十四桌 我覺得他會是欠那一堆 即是一定 一定是要那一款 因為他上一場 塞了 是 整隻抽起 都可以再撲錢 即是你的祭遇 是差不多上次 是戰鬥馬 那些是有氣勢 然後就會衝 是,好戰 是那些電視劇也是這樣 你看到那些甚麼劇 會… 是 是 那些大馬獎那些 對,男將那些 歷史劇那些 Villy也說了 其實… 譬如真感 是 今季已經兩回合了 但五班 但你不要緊 其實如果你作為你自己選擇 他的馬 是 即是在心水上… 頭柱上 對,頭柱上其實還可以 只不過說回 真感自己也穿五班 即是頭馬來講 就不算數 因為他已經兩回合了 對,再贏就都不算數 Brian就說 潘頓再騎 越晉歡欣都給了貼士 你信不信 信的 我很多次都買得中 尤其是他剛接手的馬 跑了一場 追得近 但沒有賽職那些 他再騎 我一定不會買買 即是潘頓的堅持 是 是 我也相信 是會有這些 譬如 我覺得運動員的心態 就是這樣 即是我也 落力過一場 我還是差一點 我下場一定會更加落力 那種feel 好荔枝 突然之間 運動員精神 要播這些歌 奧林巴克的歌 你剛才是港姐 是嗎 對不起 麻煩你弄清楚這些音樂 那個是 我知道 行了,知道 明白了 大家已經收到你的意思 明白了嗎 KJ唱歌 所以大家 理解一下 但你感覺到他的音樂感 到底是怎樣 對 Milly就說 高伯新今年沒有了 複日加持 要收信 你不要這樣 複日今季已經是兩回合了 對 還叫他不加持 其實高伯新現在的 是複日和真感 靠了 靠兩次 還有現在心想事成 其實他三隻兩邊馬 所以 他得開的那些 你不怕繼續跟 真的 反而不得那些 你就不要向夢牆撞過去 即是你一個馬房 已經那麼弱勢 但也有這些馬出來 即是已經很厲害了 其實這些馬已經 是否跟他們訓練方法有關 即是既然我馬不多 我見到那隻馬有實力 我就一定要重點再判他們 靜定這樣 是的 Brian就說 好像他跟馬主有些交流 就說本身說了不給潘頓 不過潘頓看來很有誠意 即是騎師和馬房那邊 有些溝通過 是 就說要騎的 這樣說吧 這個傳聞都 阿淵聽說得很對 岳俊歡欣十四檔 那到底怎樣部署呢 都不是 好像這個路程十四檔 沒有太大影響 再加上潘頓自己 其實外道馬在外面追 對隻馬的考驗是多了少少 因為你看他的磅數 其實跟上次沒有說 撐得很遠 又容易讓他可以找到位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擔心 即是走山位更加好 是的 即是沒有塞車 這個叫走山位 是的 因為那些人多數你要挑一隻外道馬 就要找這些理由來衝撐自己 應該是崩潮自己 說服自己 是要賣他的理由 是的 所以一般都是叫走山位 走山位一定很好 即是不怕塞車 應該是說 可以參考一下 其實他之前有一場 都是排十三檔 那時候都是沙田鮮六米的私家三 又是他留到最後 然後都是在外面 然後靠後面的斷速去追回來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不擔心這件事 即是怎樣 即是流後 流後再追 是 阿姨你覺得他擺錢還是擺後 我覺得擺錢比較好 因為這場 說真的 數的快馬 只有大紅袍 你說了我想說的 即是沒有馬走 其實這場 你知道潘頓 搶閘的功夫很厲害 有些外代馬 他很神奇 突然間 一聲他就搶到出來 其實這場 如果他賺到萬步速 其實我覺得他應該 如無意外 但是大紅袍帶他過來 可能賺到二碟也不奇怪 未必三碟那麼吃虧 或者其實形勢未必那麼差 我覺得他今次 是 所以外擺錢比較好 我也覺得是 如果因為十四檔 就好分番 那都會好事 即是怎樣跑 他都會在前面 又不一定 沒有絕對的 我們這樣的分析不是嗎 沒有絕對的 這件事 有時都很難說 Master就問隱形肢膀 怎樣部署 合三檔 留後 這隻一定是留的 留得很厚 但其實他長長都追得不錯 只要他不要走三碟 但是你太被動 我覺得你要看回 星期六 是不是真的好 一追 如果你之前那些場次 全部都跑草地 如果你之前都沒有一追 就不要強勁 投過去 等多一局 反正這些馬 經常都好分 都超級別人 是的 那繼續吧 我們 即是高伯生、苗里德 其實聽起來 大家反而越進歡欣 大家的口氣又好像好 過阿廟那一隊 是 我覺得是 你覺得是 即是金德意和金歌儀 金德意 小事彈 小事彈 小事彈和金德意 當然金歌儀也可以 因為金歌儀其實又不是 真的完全沒有賽職 只不過這幾場 真的差得沒有朋友 跑道 真的 都解釋不到 那種落敗 是遙遠到 輸到 沒有狀態 是嗎 我也不知道 可能那個人沒有狀態 因為他淹後 他淹了的金貴 但是淹後 近幾場 變得逐步逐步好些 但是你說這場 講到信心 談得上很大 又未必是 我自己都未必是 打了個冷眼震 是 你說一隻馬 閹了之後 跑得好 好慘 這些 那麽 阿Briain 就說越進 擺去羅副泉 會不會好些 那麼 因為越進知己 另外一隻越進 差不多名字的馬 這些全部都是那些 那我不知道跟那個 我真的不知道 那個馬豬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真的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對 那 Raphael就說 小心紅黑衣抵出 即是金戈儀 你說 是嗎 紅黑衣是金戈儀 是呀 他們之前也有說過 是 彩衣的顏色 那個混在上面 是有不同的 你說得容易一點 不是我說的 觀眾說的 是怎樣 不知道 就是紅黑的配搭 是會有些 特別的東西發生 是呀 可能大家都覺得 他不會贏的時候 就會贏到 即容易爆冷 但可能很熱的時候 又會不贏 即是在說 蕭家那件衣服 蕭家那件彩衣 但那人衣服 如果最冷的是金寶 真的不知道 金寶應該最冷的 是呀 因為第八場 有三隻 是呀 三隻 裂鋒 是呀 一樣樣的 不是一樣樣 很接近 很接近 因為同一個馬柱家族 是呀 是呀 到時很難看 我下次找大哥 我下次找阿賢哥 給你問一下 是呀 難不難看這些東西 是呀 說慣了就不難看 可以這樣說 是呀 那看看 Villy很多 就問這個歐洲傳奇 和快肯準 是呀 歐洲傳奇 兩隻上次都上名 一出就 但同樣都是爆冷上名 是 二選一我會喜歡歐洲傳奇多一點 快肯準 我有些擔心這些馬 這些馬是 是不是 就不緊 是呀 究竟準不準 真的 嗯 是呀 那接著 即是你對他兩個 都沒甚麼感覺 好像大家 反而越晉歡欣 叫做比較好 那另外一個 大家剛才不斷留言說 這陣子的風雲人物 鄭馬寶 Michael Michael井 鄭俊偉 那你覺得 這次就有一隻 他上次就曾經 發過脾氣 退出 練馬斯又發脾氣 馬又發脾氣 是 的龍之威 一頭無髓 他生氣 誰啊 隻馬 是呀 隻馬都生氣 隻馬生氣之後 就輪到人生氣 是呀 帶到人生氣 是呀 是呀 上次 練馬斯生氣成這樣 那是不是真的覺得 隻馬很想去跑 爹 純粹發生氣 我問你答 因為始終受到影響 不一定是說他 我操了那麼久 然後用了那麼多心機 他這場一定有賽 所以他出不了賽 我就問 總之是有阻礙 始終因為 他這些馬房 出馬不是很多 還有一隻 連跑都不能跑 還有這隻馬 如果他沒有 即是沒有比賽 這樣計算 他都需要有些熱身的長齒 我覺得 是 變成現在就好像 整個計劃會押後了 還是怎樣 有影響 即是純粹發老皮 是呀 我就不覺得是 可以看重的馬 即是今上也不會 特別留意他 是 發老皮 我也覺得 即是 誰發老皮 馬發老皮 究竟是誰 馬發老皮 馬發老皮 人都發老皮 是呀 但看馬來講 真是 未是很舊 功夫都未是很積極 我自己都一般 不會因為這件事 真的看得太高 是 那他同系的龍之心 就是第二局才贏 第二還是第三 總之出賽都要熱身 才贏得 是呀 我覺得這次龍之威 我覺得上次都是 真的是猛猛的 我這次是同意KK說 你終於同意我了 又不要這樣說 你叫中癒 是呀 下下下 不是呀 那是要這樣的 你繼續 肯定是有進步的 因為龍之威 因為鄭俊偉本身 他五班頭馬已經夠了 那你這些側身馬 你寄望一定是 放在這些年輕人那裡 你那些 說真的 你今季已經兩輪 大到至正 這些已經超額完成了 其實就 你能否拿到第三輪 拿到第三輪 已經是很大的優惠 已經是 就是你要靠 你要爭埋這四場 頭馬 他爭 那你又很靠這些年輕人 就是 譬如他剛剛外馬線 都已經爆了一個冷屁 是呀 就是這些好像完全不行的 但是跑了兩三鋪 可能真的會一直保持進步 或者一次形勢夾到就可以了 反正都這麼多藥組賽事 是呀 沒錯 所以只出到馬 對他們來說 可能已經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步步為營 亦都要步步力爭 對質疑才行 我覺得是這樣 也是 還有看上一場 他本身要出的那一場 馬是強的 你知道我拼 經典之光加非凡 他那一場的頭幾隻馬 慢慢講 經典之光加非凡 是嗎 是呀 變了隻馬變成非凡 加非凡 和經典之光 是呀 其實他們都是 最偏強的馬 所以就 今次我覺得他都是出客 不看的了 是 大家好 阿Brian就說 第二場他就喜歡淺途光明 你剛才說過 二話不說 他喜歡自己淺途光明 自己淺途光明 當然 人人都想 這個不是他自己 人人都想 我就一定要選 這隻爆炎 你又可以的話 就真的淺途光明 那他有沒有機會呢 但是看上一場那組 水準來說 我覺得不太特別 攻頂贏馬那組 攻頂跑田草千二都贏得 街運法跑第二 整組我真的看得不太高 真的說真的 是呀 整組你都覺得是藥組 是呀 可以整組都不要 包括 很方便的 因為今場很多馬 在那組出來 很方便 好運寶馬 揚揚大盜 金槍武士 然後淺途光明 都是在那組出來的 你只有萬事靈放頭 然後轉回後追 你拍拍得好 但那場是放頭 那個拍拍不一定適合 所以 對 我一般 這隻就 是 如果博可以試加州海哥 這場有什麼高見呢 這場有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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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潘頓今期又成不成就進入這件事 你說的轉飛龍,但轉飛龍真的很難贏 昨天沒有記錯是田泰安 Wing King Peng就問我們這個陽光勇士 初出那隻搖本輝那隻 初出馬,其實我也想問你們會怎樣看 或者參考什麼最重要 例如你看看數據,初出馬,你會著重什麼數據去分析它 值不值得搖? 最主要先看馬房,譬如徐宇石、葉楚漢 這些可能較小的馬房初出 他們之前也不是較小的,但之前好一點的時候 他們初出的成績多數是一般的 反而你強一點,譬如阿塞、羅富全這些便會好一點 我會看這些,遙本輝也不是很差的 馬房? 我會建議你看回上一集 因為上一集我們有說過 就是說這件事 對,怎樣選擇這個初出馬 初出馬 對,但我也很喜歡阿姨說的 你選擇馬房是很重要的 其實就…不過… 對,不只是上一集 蘇蘇已經是再前一集 連續兩個星期,其實我們也有說過初出馬 都是說初出馬 對,可以看回大家 因為沙田真的有很多初出馬 很多這些 其實每個星期都 那是否以往都是,可能季中之後就會多些初出馬 是,多數都是 因為要時間去訓練,適應水土等各方面的東西 加上季中之後那些馬,那些菜積水質可能比較低 那你初出馬都可能容易處理 對,都可能會這樣 對,都可能會這樣 那都可以說是,其實是護級馬房 來說一個容易轉折的一個時期 但因為他們本身不多側身的馬 對,譬如你看鄭俊偉 他的馬房雖然三十隻馬 不過說真的,你真的要側身 即是三、四歲 你用落號來計算的話 就是H步那些 即是新一些的馬 就真的數完 一隻手可以數完 那些 現在好一點 因為多了一、兩隻新馬過去他的馬房 對,所以變相就 就算,很多人大家都知道 你這些馬師出的話會好些 但你都要有這樣的兵源才可以出 對 那說回,如果是陽光勇士 在第二場來說,有沒有機會 我就一般的 我見那些雜女完全都不太對老 即是不要說見到巨褲 即是巨褲也是 不要見到巨褲就說一定可以 之前那些可以 但那些市集都很可以 這隻是市集都很一般 那我就覺得很一般 還有你巨褲 即是你說這個血統 都不是每隻都可以的 即是你譬如烈火進馬 那些市集擺明給你看到的 那你譬如同滿滿的市集擺明 都未可以的 那些看市集表現 我都覺得未有得住 上力就未有足夠 Brian就說 星期六的馬適應不到時差 所以爆 哇 這樣也得住你的笑點 哎呦 計漏了這件事 你真是給面子 愛地掌聲 時差 什麼時差 還要笑得這麼真正 那你看他的血統 本身有時區 這些血統是不怕時差的 不知道,看來他有多研究 要問一下 時區這件事 挺特別的觀點 Y文偉會看重溫 多謝你 繼續 非常好 連看幾集都可以 非常好 在YouTube可以看個playlist 看過可以再看 非常好 Chris就問哪個馬防 最大機會拿冠軍 大家都很有興趣 對 對冠軍連馬斯這個競爭 好像很有興趣 現在蔡越漢就51場 姚本輝46 羅富泉44 其實這裏頭三名 都是差7場 嘩 這麼激烈嗎 激烈才好看 上半版很激烈 後的版都很激烈 好像曼城和阿仙奴對碰 好看 是啊 激烈才好看 有話題 你愛隊呢 我愛隊 你愛隊呢 大家同病相連 空車好似 是 那這幾個 你覺得 簡單來說 你覺得是誰 純粹來講 純粹來講 阿蔡的馬真的不錯 我都覺得 譬如 當家信心的那些 希望拼得多拼 但譬如金池那些 你怕會重磅 但馬本身都有實力 你再數譬如 那些的愛心 你可以憧憬一下 反而姚本輝 今期的那些馬 我覺得很一般 對 即是金莊還是上角 我覺得都是 人家問冠軍 冠軍 KK你先說 他正在答非所問 你先說 我更加不懂 但我覺得姚本輝的馬 是挺有驚喜的 因為他很多時候 都是出馬不多 但反而那一天 就會有幾輪 就贏到當日的 那個獵馬獅王 是 所以他絕對有能力 做冠軍獵馬獅 是 我在幾集之前 幾個星期 因為打比之後 那些一兩個星期 我當時都說過 我覺得是姚本輝 對 是沒有變的 到現在 因為我也是覺得 你們剛才說的 四班 你現在推側身的馬 是容易有成績 多很多 姚本輝要收起來 二十幾隻 這些 就是 收收埋埋埋 收收埋埋 真是 就是看下它可能五月左右 可能會曬出來 那你如果有些幫助 就是五六七月可以撿到兩三個 那蔡漢真的站在那裡 你去到季尾有些 即上季那樣 蔡漢去到尾 都是被羅庫存 拋離了 前季 芳一柏那季,芳一柏冠军那季,都是差不多的故事 都是阿塞去到五、六、七月,他新的梯队,他未接到上來,就被別人過頭 我覺得這季的故事,我自己的看法會是差不多 大家如果你有你的看法,都可以說來聽聽 沒錯 不過就這場而言,我也覺得姚本花是真的差一點的 我都同意,不要選他 Brian就說,鄭俊偉今季靠這個情王,滿歡笑,富起來 絕對是,就是這幾隻側身 富起來? 即是上星期跑新馬賽,跑第二那隻 引起一時皆話那隻 我就是覺得,為何那麼沒有… 為何那麼沒有甚麼 沒有記憶點 因為他不是經常出現這隻馬賽 是,他跑過一場而已 是,因為他剛剛新出現 是,這隻是新馬來的 不過下場新馬賽就要到五月了 所以他都要很多把握的機會 不是你錯過一場,錯過一場 然後就… 那就季尾了 下季見 又下季請早 我覺得他們以富起來,我不是太擔心他的能力 反正你跟那些嬰兒班跑,你不是太需要很高的能力 是 是賽程會不會卡住他 因為你下次可能又有另一隻 就算剛剛那隻太容易穩,不跑 下次又有另一隻劏 真的不知道給甚麼反應 這次也不知道擲甚麼好 把握頭煮的機會 是的,那就… 今期,KK,你剛才提到月晉歡欣 你仍然很喜歡嗎? 喜歡的 不過他的不穩定因素就是 他始終擺在第十場 場地形勢也不知道 然後可能騎士狀態我們也不知道 還有剛才說的就是 這隻馬究竟最終他決定是怎樣跑 他的跑法也不知道 但我自己本身是挺喜歡這隻馬的 騎士狀態也算起來 當然,運動員也是一樣 那天可能我特別累些 或者怎樣是有影響發揮的 我都覺得 也是 有個別有幾個就更加 就是田太安那樣 那個神勇起來 全天都很神勇 很受氣候影響 是的 巴道也是這些 都是這一種 沒錯 是的 所以就… 但潘頓是比較飄忽的 有時候他可能沒有優勝 但也會有批餘那種 我記得他之前有說 腰痛還是怎樣 就是身體上有不適 所以其實他就算出場 也有機會影響到發肺 所以我說氣候問題 其實也有機會 風濕 你意思是 氣候問題影響身體 是的 身體狀況是真的有很大 是不是你有風濕的 有風濕的 潘頓40歲 其實 以前也是 我打開排球 我們要經常下地下 不是橙波 橙波 橙波 橙地下摺波 所以膝蓋撞得多 就會有這些情況 即可能 舊患了 大風、下雨 或者冷一點 是有影響的 那時候會發生的 真的 那這陣子是回暖的 真的嗎 沒有什麼 所以就精神了 那繼續買月盡歡欣 是的 好的 好 艾依你有沒有什麼 有什麼好東西留下來 我真的沒有很詳細地 爬這份爬位表 但是我自己就 不如他們先說 嘩 這樣拋回波 都可以嗎 還有二話不雪 是 KK剛才說過 二話不雪 就是一個業廠行 一個高八身 是 如果下雨 都是支持下雨馬房 是 好了 好 那我呢 今期真的比較混亂 其實有很多場的局勢 是 所以我反而這次 想放下 書派人的黃腳立 是的 因為黃腳立 我就是喜歡他排十四檔 我就是貪他可以殺來放 他都試過外檔 他試過外檔 試過流到尾 是 縮草一次 就追到很厲害 跑的位置 是 他未出過頭 大家都怕了他 我想已經 但是我就是貪他十四檔 你千四米 四班千四 你擺前就可以了 他扣女金法人法 比他更加難贏 都贏 都是這樣贏 丁冠豪那隻 世宅陰星 又是這麼難贏 你在四班千四 只要你肯擺前些 甚麼事都會發生 之前是不是陽明天空 有沒有記錯 陽明天空都有跑尾場 是的 今次都有出 陽明天空 不是今季贏 上季贏 哦 上季的馬 是 不過就是三碟網空 他都會贏 這隻 這隻就是你剛才說過那樣 季尾 即是新馬 一跑四班千二 就會很大機會 跑到坐得很厲害 都可以贏 是體力上的問題 還是 對手弱 是 阿姨 我自己 再納一下 今次那一場 其實我就 其他馬來講 我就會留意 歐洲傳奇 始終呂建威 其實都比較少 初出即刻得的馬 都不是特別多 你見到威武角勝那些 一初出即勝 之後 成就都很高 都已經慢慢不停 再贏上去 今次 其實對手真的只有今次 我覺得 但是其他對手來講 真的不算特別惡 我覺得他排九檔推前一點的話 能夠賣二碟應該都可以的 那我就選這隻 歐洲傳奇 四場六 四場六 歐洲傳奇 剛才也有朋友問過 那就是說那樣 即是一出上名的那兩隻 其實今期都有這些馬 其實還有那些赤兔後黃 即是上次波歐都很近 甚麼是波歐 甚麼叫波歐 即是轉彎 他自己平衡不了 向外飛 誰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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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球 一般是球打球 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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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英文 你真的很有趣 我待會收咪咪之後 慢慢跟你聊 這些中文還是英文 慢慢再聊 但是如果你要看 甚麼是球打球 你看昨晚那場 谷草四百一千米 羅富泉那隻 那隻 跑第三那隻 你就看到甚麼是球打球 好 沿途有你 是 你待會自己看影片 好 今晚的時間差不多 下星期就跑星期日 沒錯 星期五晚六時半 我們到時再見 沒錯 再見 再見